剛剛除了你們對藍白的生生患以外 還有什麼樣的招數是必出的 那可以在前幾招就出了 當然亮哥也講 藍白退回的總預算案 這個動作做的非常漂亮 可是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光電預算 就會是下一個重點 那他剛剛也講了嘛 國家只有一個 那為什麼賴清德從上任到現在四個月 從來沒有拜訪過在野黨 你有看過這樣的總統嗎 光電預算 又或者是哪一些 就是媒體宣傳費 這個我想民眾最近也都很有感啊 當然了就是說 一定要先從民眾在乎的地方去下車 而不是單純你只是強硬 你強硬只是 就籠落你自己的基本盤嘛 而且那是你的底氣嘛 不過我先更正一個 我剛才講尼古拉24 尼古拉一世啦 他的爺爺 這邊更正一下 因為尼古拉24是俄國最後那個 被蘇聯槍決的那一個 就是那個末代撒謊嘛 好那回來講 這我們可以列上幾個點 首先大家最關注的一定是 總預算裡面最廢的預算 砍什麼大家會最高興呢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再說一次 民進黨現在就是沒有要治國 所以呢 二倍緩輸二人騎 你一定要用二招 你不可以想著說 哎呀我這個修這個預算啊 我是要把 譬如說就像剪一個人 剪一個客戶的這個髮型好了 你是一個造型師 那你當然要給他剪的水噹噹 可是你遇到的是一個 來來亂的客人的時候 那你不是給他剪的水噹噹 你想你把它錄成光頭就對了 這個是這個整個核心 其實剛才我沒有想到兩位來賓 都跟我這麼有共鳴 就是說今天對付民進黨的方法 就是你真的要跟他強硬到底 因為我已經看穿他的底褲 所以首先第一個呢 你這個他很簡單嘛 你一定要讓他先露出他的紅屁股嘛 他的紅屁股是什麼 就是他最弱的地方 所以剛才提到嘛 唐鳳成立以來就亂到幾點的 術發部 這個術發部的預算就是要好好的審查 因為他到底有什麼樣的成效 而且我告訴大家 不是單純砍而已 砍只是第一步 真正重點是你要宣傳 你為何而砍 你為何而出刀 我們這一場一把寶劍啊 不是說我一把大寶劍 不是 你一定要出的是什麼 你一定要出的是上方寶劍 你砍的一定要砍之有理啊 所以你要針對各個部會 哪一個所謂的預算門 哪一些東西是你在乎 而人民在乎的 這些都有民調支撐嘛 所以就根據民調裡面 有的拉出來一條一條 民進黨他這種他最害怕什麼 他最害怕你跟他逐條逐項 非常細節內容的去跟他討論 一打進陣地戰 民進黨就掛掉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向來打的都是一種 所謂的情緒 打的都是一種情勒 這種情勒牌 他說台灣只有一個國家 對內競爭對外團結什麼意思 就沒得競爭了嘛 難怪賴清德一天到晚 想找習近平喝珍珠奶茶吃雞排 為什麼 因為對岸真的有這種機構 那個叫什麼叫政治協商回憶 你不如成立一個台灣政協好了 賴清德你剛改名好了 你剛就改名賴總書記好了 好不好 你不喜歡叫人家叫你清德中 叫你暴君 那你改名賴總書記好了 可是可悲哀是什麼 對岸人家領導人是把國家 帶上世界第二 現在跟世界第一爭個長短 我們呢 我們這幾年下來 斷交的斷交 對不對 然後這個產業流失了 產業流失 農民過了苦哈哈 他整個社會L型化還搞出新清安 這顆衛爆彈 最近算剛剛要收尾而已 但其實收得了尾嘛 這都是一個大問題 好 所以拉回來 第一件事 蘇發部砍 而且你要講很清楚 這蘇發部的功能是什麼 然後還有 不要針對現在的 所謂的蘇發部的部長這些 這些人都沒有名氣 不重要 而且我認為現在蘇發部長 還相對比較願意做事情 所以你跟他好好來討論 好好來檢討 當然作為立法委員是不能增加預算 只能凍結或刪減預算 可是你可以跟他好好檢討說 你現在這些預算 那你請他來說明 說明的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拿到你的credit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宣傳預算嘛 岂有此理啊 94%的打炸預算放在民事上面 這有成效嗎 我們不是因為 我跟大家講 這是一個邏輯 我不是因為他是民事 我砍掉他 而是我是因為他沒有成效砍掉他 而沒有成效是因為你擺在民事 因為擺在民事 是因為你是政治 你才可以把他整個線給連起來 如果我們只是單純說 因為他是民事 所以我把他砍掉他 那你就會被簡單出到說 你這個叫做顏色砍刀 那事實上你跟民進黨 沒有差別的時候 那老百姓也不會倒過來這邊 所以你必須說 因為沒有成效 然後94% 集中在民事 所以我砍掉民事 因為你為什麼放民事 是你顏色辦案 是你顏色編預算 不是我的倒是顏色砍刀 民事黨現在他就想訴求什麼 賴清德的邏輯很簡單嘛 欣慰其實是挑戰 而且他直接點名喔 藍白合作越來越緊密喔 簡單來講我看到的 賴清德也看到了 我只是反向揭發他的邏輯給大家 所以大家了解到 他的邏輯就是他死幹到底 他不會跟藍白有任何妥協的 所以很簡單 就是你要去揭發他的底庫 我再說一次 揭發他的底庫很重要 可是歷史哥 因為你剛剛講說 他其實就是跟你幹到底 對那你幫我們細數一下 為什麼亮哥會講說賴清德從來沒有拜訪過 在野黨是他沒有看過這樣的總統 因為其實從李登輝到現在 每一任總統都會去拜會 那像是他在舉例說 他覺得賴清德應該跟陳水扁最像吧 可是陳水扁他一上任呢 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先去拜會 當時的國民黨黨主席 然後再來他也馬上第二個 就去見了當時的立法院長王金平 可是賴清德已經拖多久了 最近也沒有發生什麼樣的重大 也沒有疫情也沒有什麼 他就是不拜會啊 賴清德只有一種可能會去見 在野黨的領袖或國會議長 就是當他說得一塌糊塗 當他民調血崩的時候 可是你要了解賴清德對民調血崩的認知是什麼 這個很頭疼喔 他只要社會上有三成五的基本盤支持他 只要基本盤不崩 他就不認為是血崩喔 因為他的邏輯很清楚 他雖然對這一次他選舉的時候是四成 然後沒有過半 然後得到總統這件事他是不滿的 沒有錯 但他的認知裡面是你民進黨 Q我後腳 是民進黨扯我後腿 不是我賴清德和民進黨 沒辦法過四成的 賴清德這個裡面 他只有唯勝邏輯 什麼是唯勝邏輯 就是只有我贏贏贏 其他人輸輸輸 這是他唯一承認 在賴清德的世界裡面 唯一一個 可能真的只有一個人 是讓他覺得可以接受跟他有來有往的 那個人是誰 那叫謝龍介 所以賴清德說過一句話 他不是我的朋友 也不是我的敵人 這只有這個 至於其他 他這個是他少數他願意喔 伸出一點友誼的時候說 哎呀這個我可以跟他對話 但是他跟我不同政黨 他唯一少數任何的 至於其他人抱歉 賴清德沒有這種空間 他是沒有這樣的邏輯 我再說一次賴清德所有的形式風格 從今天大家來了解一下 你仔細好好的細評一下一件事就好了 就是你把他在台南以前執政的所有經驗攤開 然後你就會發現他所有做的事情 都跟他在台南是一模一樣喔 你看喔 那個時候台南登格勒鬧得這麼的嚴重 他也沒有因為登格勒死了好多人 然後呢他就願意說進到議會裡面 去跟議會好好的討論 沒有 沒有 他就堅持 他就很小心眼 對他真的非常小心眼 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嘛對不對 幾年前 二年前可能某個地方 現在記者寫了他給幾筆 然後呢 人家現在掉到中央 他剛好來到中央 他就跟你說 你把他下滾都知道 他很會記仇啊 他就是這種人啊 他是真的 而且他會放在心裡面 而且他有仇必報 對 他刻在他心上 沒有錯 所以刻在他心上的名字 都是仇人的名字 你的名字 都不是好的名字 希望他不要記得我 真的 不要太急了 其實那天有人不是問亮哥說 你這樣會不會被賴清德處理對不對 然後天哥說我有沒有重症怎麼樣 不不不我覺得亮哥雖然很熟悉 亮哥不要太大意 他已經早就被記上了 沒有我覺得他已經正在被處理了 我那天問他他也覺得沒什麼 在下一個禮拜問他感覺有什麼 他也正在被處理 賴清德這個人不是說 他不記你非政治人物的仇 而是你 你們父親自己記得 其實現在沒有時間 因為他的敵人太多 而且賴清德他這個人格 有一個性格是什麼 他認為所有對他打壓 都要打擊的人 都是在忤逆他 而不是說 人家其實不是在打壓 不是在打擊他 而是這是一個結構使人的 他不相信這件事情 他是一輩子都在奮鬥人 這種性格要是用在好的方面 那很不錯 他喜歡的人他一定會是利 然後一定會用到底 對 就像陳士凱一樣 他會用到底 他不會管那些人 但是他不喜歡的人 他牙之必爆 真的 而且如果他 其實他這個人生 你裡外分的很清楚 補充一下好了 比如說這次人家不是講 林一級沒去參加或什麼的嗎 可是他到現在沒有 對林一級的事情講一句話 對於賴清德來講 他是一個人生政治股費有限公司 誰是他原始股東的 邱莉莉這些人 就他當時到了台南去讀書 後來當醫生之後就從政 他剛開始從政來幫助他的人 當國大 他當立委 到他當市長 都是一開始的時候 對 在他還沒大 他當市長之後才加盟他 那個都是後面的加盟 那都來不及了 對 但是在市長之前 他第一任市長之前來幫助他 這個是他的股東 就是我們大小股 大股就是秋莉莉 小股的可能是 顏存佐 顏存佐 然後像是那個林一級是什麼 林一級是他的 就是他的創立公司時候的原始 老員工 玩家又不一樣 孤東 不可以把他抓死 所以今天 如果秋莉莉出事情 抱歉 稍息 順便把他 不該排除 該有雙槍俠 就有雙槍俠 那如果是林一錦 老員工接手自盜 對不對 是不乖沒有錯 教訓他一下 但是如果他願意悔改 而且這也不是林一錦的錯 主要是林一錦的弟弟 林一錦的身邊人 好啦沒關係 我們找個理由 就會幫他分散他的力道 對他就是這樣 他就把他分散 然後他都不講話 而且你看南檢 守口如瓶到我們到現在 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 理解世界的分散 那邊就沒有那個 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沒有錯 偵查亂公開沒有這個問題 是偵查不公開 沒有錯 所以其實你弄清楚 賴清德的性格 為什麼那麼懂 因為我們南部人 長期看他在做台南市長 他是狠到什麼程度 我跟大家說 像例如說他對於 這種台語的這種堅持 他是下令 下令到說 連在第一線服務的 所有市政府的員工 都要說台語 你知道很誇張的 去宋建有沒有 請問他認證 你要這麼驚訝 那邊 年輕人說一樣 差不多歲數的 我就說 你們是規定到台語 沒有啦 另外有要求 你這裡簽名 鄧英 最好笑 賴清德去中間做立法院長的時候 換了一個那個 行政院長 換了這個 對他做行政院長的時候 然後他換了一個代理市長 那個叫什麼 李孟宴是不是還是誰 馬上 馬上變回國語 同一批人 一模一樣 真的就這樣 你就會了解賴清德的性格是什麼 他就是這種性格 抓得很緊 牙齒必爆 然後分得非常清楚 里外非常清楚 所有的標準他來制定 他來決定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最後給個建議 就是說到底處理哪一些方向 簡單來講 賴清德他的完美人設 其實根本一點都不完美 所以你每一件事情 比如說預算的東西 比如說光電 我剛剛講到這邊 你可以針對光電 針對各種內容 你就是去細節裡面找 一找一翻角出來 他就越來越大 然後賴清德的性格是這樣 他一定會嚴格下令說 加軍令狀說大家來掩護他 那這些人來掩護他 最後怎麼樣呢 就會爆開 就會發現 原來賴清德那麼醜陋 可是這些醜陋過去 有辦法呈現嗎 沒有辦法呈現 而且很多人怕被報復 也不敢講 所以現在我們把它拉開之後 當社會開始討論賴清德的時候 他就崩盤了 這就跟柯文哲崩盤的過程很像 柯文哲有沒有 這麼的完美無暇 絕對沒有 但是為什麼過去阿伯 不管犯什麼錯 好像很難攻破他 對不對 但是當阿伯被充分討論的時候 雖然有些人確實是亂黑 比如說那個黑他 那個黑他 變十大名嘴之一了 對不對 但是整理來講 一個人他只要不是完美力 他用力討論 他所謂的那一種精深 所謂的那種光環 藏在過去藏在南部那種 漂亮的光環 他一旦破了 戴清德的形象 開始出現問題的時候 這個才是這一局 生死柱的真正開始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 我們的斗內 就是泰宇專家的斗內說 他還以為漢廷的手錶 打開來裡面可以看探華 感謝這個泰宇專家的 再度兩個斗內 他說歷史哥的論述很棒 可是這套西裝穿太多次了 建議你去西門町多地 做幾道念館太多了吧 感謝他的再度斗內 敬平學長好 他是中正育校的新生訓練退學生 感謝觀眾朋友們 這個非常踴躍的來斗內 對那敬平哥 我想請你幫我來解析一件事情 我們昨天跟大家說 這個夜宴上面有12位立委 很不給面子 並沒有賞臉去參加 賴清德的這場夜宴立委 那其實如果以派系來講的話 我們這邊紅線也太大 特別關心的 像是四位是英系嘛 王世堅 吳佩毅 黃姐還有楊耀 那除了吳佩毅 大家可以比較理解 因為在辦喪事的關係 那鄭國會也有三位 新系也有兩位 像蔡其昌 永言會也有王定宇 這之間有沒有什麼樣的意涵呢 只是剛好沒空嗎 可是像友話哥他也提到了 他認為請客一定會事先講 至少三個禮拜一個月總是要的吧 可是這一次還是有立委缺席 拍戲的情緒是顯現在這一次的宴會上面 那也許在過去像蔡英文來說 跟各派系領袖見面的時候 雖然沒有固定的時間 可是他們會各派系分別來宴請 這一次賴清德想搞一個大團圓 結果12個人不去反而更難看 這個當然對於賴清德來講是很不給面子 對於這個民進黨黨主席又兼總統來說 是一個不給力的行為 但為什麼乾冒這個這樣行政倫理是大不會 還是要這樣做呢 我先講其實賴清德在8月下旬的時候 就已經陸陸續在請這個民進黨的立委吃飯 餐敘 然後在裡面就開始去傳達說 明年2026年2025到2026年 你接著這個地方大選 一定各派系都要 就是黨內要有這個初選 那其實你看賴清德從520交接上任以來 他的所作所為還有包括他在各政府各派系的這樣一個 很多的職位的分配 就講先講分配 然後再講黨內的派系的分章 那幾乎都是以新潮流為主 雖然賴清德在當選了這個總統之後 也公開宣布了退出了新潮流系 可是你看他任用的幾乎都是小圈圈的 除了剛剛講陳世凱之外 很多都是新潮流系的 然後要不然國營事業的啊 董總啊重要的位置啊 就算是現在那個鄭文燦被拿下來了 這個海基會的董事長 還是由副董事長羅文嘉 兼秘書長戴玲 都是他自己的人嘛 都一定是跟新潮流系交好 或新潮流系新系 或新系有關的人都在裡面 所以賴清德他的確 雖然說他做了這麼多動作 然後看起來好像很公開透明 很大公無私 但其實民進黨的各派系 底下都摩拳擦掌 尤其像這次12個沒來的 這些立委當中 王世堅最近又常常會講一些話 包括在柯壁的這個案子 他就說不要見列欣喜啊 不要這樣 愛金勿喜啊 然後轉頭送雞鴨飯啊 對啊 這不管王世堅他自己的作為 是讓民進黨支持的怎麼看 但是他講這些話的時候 賴清德一定會有圈圈叉叉 心裡面會有五味雜陳 不太是滋味 那王世堅為什麼 這樣子匿於當道 你想想看 以後你不想再繼續 那一個選區 好不容易打下來 把何志偉擠走了 你不要連任了嗎 可是 以王世堅來說 他是屬於在蘇貞昌時代 他就很針對蘇貞昌 是大炮型的 終於把那種賴清德 最討厭的蘇貞昌 然後這個給炮走了 然後在蔡英文底下 又不是那種愛聽話的 這個乖乖牌 可是 到了賴清德底下 他還是這樣子做的話 那這次這個餐序又不來 我替菅哥捏一把冷汗 餐序不來 又在清德心中 應該又刻上一些名字了 他一定會上面就 就做不是圈圈叉叉 做記號 就像我們畫紅線一樣 這幾個沒來 沒關係啊 走著瞧啊 大家這個看著辦吧 而且不只是王世堅啊 那像這個鄭國會啊 鄭國會一群沒來 因為我聽到在 在以桃園來講 鄭文燦出世之後 這個鄭國會就到桃園大肆 招逼買馬 幾乎把鄭國會的這個 很多的民意代表 都拉進鄭國會 幾乎可以這麼說 以桃園來說 鄭國會的這個民意代表 幾乎都可以跟新潮流系 分庭抗禮 新潮流不再是桃園那種 很強的一股勢力 反而是這種 這種鄭國會 已經掩然在桃園第一大派系 那種開始招逼買馬 再加上 因為鄭文燦的關係 對於這個賴清德的中央 有一些不滿的聲音和這種狀況 所以我會認為說 鄭國會 不管是桃園 我聽到了甚至在桃株苗 在北北雙北地區和桃株苗 鄭國會都開始去大游斬獲 他已經開始在擴張他的地盤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林家隆的野心 林宥昌的企圖 這些鄭國會的中壯派 中壯世代 不斷的 雖然游錫困已經這個 退回到這個宜蘭去 可是這些年輕一代的 中壯世代的 可不這麼看 所以 鄭國會是不是要開始 建立他自己 能夠跟 清潮流分庭抗禮的一些勢力 然後他在這次賴清德邀請了 還至少幾個三個 吳其名 劉建國 林黛化都不來 勇言會那就更不用講 因為像王定義委員 他一向就是 我覺得他就是比較屬於那種 不能算是自走炮 但是就俠媒體自重的那種委員 然後認為他自己有一定的 媒體輿論跟網路的聲量 勇言會一直讓人家覺得就是 比較獨來獨往 那有自己媒體的聲音跟管道 所以在各派系各有所圖 武漢這個各懷鬼胎之下 你賴清德如何hold住全局 你沒辦法嘛 那現在這麼多人又不來 那新潮流系的 看起來賴清德子弟兵 林俊憲林一姐也沒來 新潮流系的這個蔡其章 跟邱志偉 自己都不捧他的這個場 那更何況你賴清德 你在整個民進黨 連新潮流系 都是這樣的一個狀況的話 你如何自圓其說 但是你在我剛剛一開始強調 你在政府的各部門的職位的分配 跟國營事業 和政府相關的這個位置 利益分配跟分贓的時候 你又是以心系 跟自己親近的人 小圈子內的用人為主要的元素 你看到其他的派系 他們會爽嗎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 在賴清德現在的這個主政 和代理之下 是大有那種 以我為首 我壓制了所有全部的聲音 但底下的人很多 都是敢怒不敢言 需要幾根這個火苗去點燃 等到這個火苗去點燃之後 我相信這個民進黨內的這個引爆啊 包括葉接近選舉的時候 衝突跟矛盾會不斷 我就想要 因為那個廣告時間到 我只想補這個小小的一句話 就是前面的那個歷史哥講說 你看一些反炸的經費 如果撥給特定的電視台 可能不見得有效 我高度的存疑 為什麼呢 因為要知道 就收看那些電視台 正好就是最容易受到詐騙的人 來第二小時 歡迎大家持續加入我們 周末大爆掛的行列 你可以上YT搜尋大新聞大爆掛 幫我們按用訂閱鍵 看到今天縮圖先幫我們點個讚 打開聊天室 加入關朋友討論節目內容的行列 我最近越發覺的 因為我們其實在廣告的時段 都聊得特別開心 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慢慢的開啟 我們廣告也可以 不知道啦 因為我們廣告還是有 真的有廣告要播嘛 那我不知道 我們是不是有辦法 在別時候可以砸廣告內容給弄出來 而且我們答應大家 絕對不會砸任何的手板 因為他們也沒有手板 頂多他們要砸自己的電腦或平板 我也OK 可是我相信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們的來賓是非常的OK的 你知道那個砸手板 其實我覺得還好 他去砸通告費 這就比較屌啦 我是蠻希望被人用錢砸的 如果有人要砸到我身上 我也是OK 好不好我會收下來 你知道真的是很好笑 禮拜五的時候 那個波及訓完那邊吃播 然後呢 他就把他還自我坦承說 這個是不對行為 就像我也做過 把麥 把麥 把麥然後放那個紅號杯 我都會在笑死 對對OK OK的 好啦 那我們這個只是題外話 因為其實有些時候廣告 我們真的聊得蠻開心的 感謝石玉瑞的董內 那接下來包含了石玉瑞 何仙仙 張梅華 他們都要幫我們順便 Cue我們第二小時的節目來賓 除了歷史歌 持續陪我們以外 石玉瑞 何仙仙跟張梅華 都要歡迎董哥喝水請開罵 尤其外面雨大 騎車小心 務必平安 是謝謝 謝謝大家 感謝石玉瑞 還有何仙仙 以及張梅華 還有這個 我們等一下再念西西米的董內 因為他董內有點特別 他們歡迎左教授 下午好多喝水 下午好謝謝 然後西西米的董內說 他和左哥問好 上禮拜在書店看到左哥 不知道有沒有找到想要的書籍 有有有 謝謝 哇這個謝謝你髮眼看到了 太厲害了 真的是大家都很會認人 感謝Cynthia的董內 說這個多喝水很棒 非常感謝 好來董哥請教一下 我們把這個場景 轉到另外一個立法院的焦點 就是其實昨天 是這個廖偉祥的新服務處 他的成立 所以包含了像我們的韓院長 江副院長都到場來直接相挺 那連謝龍介都跟著一起高歌一曲 那昨天呢其實韓國瑜也標出了 他那個最熟悉的金句 他說要發財一定要先收錄 讓大家想起的那一句發大財 那不過他昨天的一個絲滑帶貨 讓大家想起了 他說這是第一次用水晶瓶來裝立法院的紀念 非常漂亮所以功不應求 那廖偉祥昨天為了成立他的服務處 特別留下了他的扣打裡面的兩瓶 請他親筆簽名之後給大家摸獎 那昨天其實韓院長也很緊張 因為兩個真的比較少 所以他說如果沒有抽到請千萬不要罵我 他本來不想要親自抽的 那不過因為這個酒實在太夯了 現場暴動以外 到韓院長上車前都還有民眾 硬把手伸過來跟他說 拜託拜託韓院長再給我握一下千萬不要忘記我 這當然是場邊的一些小插曲 那包含了網路的瀏覽啊 現場的互動 你還可以感覺到韓國瑜的熱氣 依舊是不減的 不過韓院長昨天也特別起始 我們等於第一張 剛剛上個小時跟大家講 我們的賴總統如何呼籲 立委要用什麼樣殘暴的方式 接下來在立法院直接對幹到底 那韓國瑜也提醒大家 以立委來說 其實你要善用三把刀 哪三把刀呢 質詢刀 預算審查刀 還有法院監督立法的刀 董哥也同樣給我們的欄尾 接下來如何因應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酒後不開車也不要賣給18歲 小朋友 這是謹記一定要的 謹語先生 對 那我跟各位朋友講 因為立法院這一屆開議 他跟過去不一樣 是因為民眾黨的主席 柯文哲已經被抓去關起來了 那當然對民眾黨來講 他們現在有更大的一個 對抗的一個力量 那昨天看立法院的第一天 當然大家可以看到了 在不開會期間 其實 藍白的立委 受盡了非常多的趣 那當然啊 我們也很清楚 禮拜五當然有一個大法官 他們開的憲政法庭 做了這個 讓大家覺得很不爽 然後實質上廢死的一個 一個結議啊 那當然 這個會期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會期就是 預算的會期啊 所以很多法案 其實要過的時間 就會比較不過 那 韓國瑜講了三把刀 其實最有力的刀 其實就是省預算 我就是省預算 那我們看到 其實有些法規改了 民進黨是不理你 預算為什麼會被退 因為有兩個法規很明顯 已經改了 這兩個法規 民進黨自知不理 第一個就是原住民 進法 我們希望他不要破壞生理 因為他住在身上 可是那是他們祖先 世世代代的謀生 的一個工具嘛 所以你要他不罰 過去一公頃 就是補償他三萬塊 那已經數十年沒有調整 所以去年的六月四號 今年的六月四號 那我們知道立法院 三個黨啊 包括民進黨 的原住民立委 大家都決議 把這個補償的條例 三萬升到六萬 那本來過去一年編二十一億 那你如果現在要審預算 是明年的預算 應該編四十二億 民進黨集結 民進黨所有的 嚴明預算只編了二十八億 顯然就沒有把這個錢 給編進去了 因為 由預算裡面 就看到他的末世 那第二個呢 公娘 我們公娘 跟農民跟他爭說 那立法院也是決議 就是通過了把它改為 每公斤加五塊錢 大家知道什麼都漲 那米怎麼可能不漲 所以把它加入了 這個是農民的權益 可是民進黨也季節編入 所以可以看到了 你修改了法律 民進黨是不理你啊 他寧願違背法律 你看你怎麼樣 你最後到憲法法庭打開 也是我贏啊 所以民進黨現在 他用的這種爛的招數 就是你法律怎麼樣 我就自知不理 那上個會期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所謂的國會的調查權 那聽證權 這些到憲法法庭 都被那些莫名其妙的大法官 把它推翻了 對不對 大家已經看到了 這樣的局面了 那現在所謂三把刀 最有效的 老實講就是預算啊 那你既然這麼藐視我 我預算我就只好把它刪除啊 那我們知道看到了 賴清德 他採取的是對抗 他表面上講 要去說服社會上 要講出道理 那民進黨是可以講道理的黨嗎 民進黨 他認為什麼叫民主呢 因為賴清德說民主是他們最主要的武器 什麼叫民主呢 民進黨認為所謂的民主是立法院 多數要服從少數 要服從民進黨 他認為這樣 他如果在立法院他是多數 他就認為多數 少數必須服從多數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進黨的遏制 看到民進黨的粗暴 他認為只有他贏 因為行政權是我哪 我賴清德恩啊 百分之四十選票我當選 那這個其實在 所有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都是匪夷所思的 民主國家行政部門一定很尊重 國會通過的法律 那法律你不遵守 那現在怎麼辦 那只好就預算來對付你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了 總預算退回 民進黨其實是故意 假裝怎麼樣 假裝說被退回了喔 破壞什麼行政權啊 那大家其實都要了解 他只是退回程序委員會 對啊 他不是退回行政院 是啊 但是你行政院看這樣 你就可以趕快把 在程序委員會這個再重編 你在補強嘛 對 在補強嘛 那我覺得這是很容易的 你就去溝通嘛 說那跟兩個黨團講 對不起我們忽略了 我們馬上編進去吧 為什麼 因為原住民 你的進華條例 這個連民進黨自己的立委都支持啊 他都投贊成票啊 那你沒有理由 去欺壓原住民嘛 他們是社會上的弱勢 那另外 公娘的 每公斤增加五塊錢 農民也是社會上的弱勢 而且 基本上他們都還比較支持民進黨 所以你由這樣來看的話 民進黨現在打算怎麼樣 打算你們通過的法律 我不甩你 啊我也判斷 你會用退預算 來做手段 所以在整個預算的退回過程 民進黨沒有抗議啊 他們以前都會要求什麼 重新表決 這是他們那個 對不對 都會要求記名表決 昨天通通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 把這個集都設了 那設以後 他們就對社會上去控訴 你看 難力喔 在破壞國家的穩定 而且要搶奪我們行政院的權利 編一順 是我們的權利啊 你憑什麼叫我們編 可是他已經成為法律了 如果立法院通過不叫法律 你不遵守的話 全世界沒有行政部門是不遵守法律 像民進黨用這種 民粹的方式來做對抗 大家看的就是非常清楚 但是賴清德現在採取對抗 民進黨也要採取對抗 為什麼 因為他在累積相罵本 那他用他們絕對的優勢 就是媒體 台灣的媒體百分之九十 都是民進黨在掌控 所以他就鋪天蓋地 跟你講 藍白都是該 破壞國家團結的事 在搶奪行政權 在扣大自己的權利 哪一樣是扣大 立法院本來就是 立法的嘛 那他法律要修 那是 代表了台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民意啊 對不對 藍白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是六十的民意啊 那他修改了這樣 事實的民意季節接受 然後用他們的優勢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們最大的優勢 就是他用媒體 用媒體去造謠啊 全世界最大的詐騙集團 就是民進黨 每天在說謊 然後在造謠 那用這個方式以後 如果最後 他又顯得不利的話 他就動用司法了 所以 媒體跟司法 是民進黨最重要的武器 那司法你最後 無論如何 真的堅持不下以後 也是到憲法法庭 那這些 他們又可以贏了 所以大家看到這樣的局面喔 今天整個台灣 你如果說不進步 或不公益 那這些其實都是民進黨造成的嘛 他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賴清德就要鬥到底 因為他認為媒體我有優勢 所以我把你們醜化到底的話 欸 我在民調還是贏過你們兩個黨啊 他現在就這樣 那我的滿意度 我滿意度還有45啊 我的選票就有40 我的滿意度有45 那顯然 在這方面 我雖然在立法院吃了一點杯 但是實際上民眾支持我的是比你們多啊 所以可以看到民進黨 他所採取的策略 就是 我要支度度比你高 我就可以打贏選戰 打贏選戰我就開始撈錢 民進黨就以撈錢為執政的目的 大家看到情況就這樣 然後對於他的反對黨 他的政敵 他就用醜化或者司法 大家看到所有這一面 其實已經很完整的 看出了整個賴清德的思維 還有民進黨打算做了做法 所以這樣下來的話 那我覺得說 藍白現在唯一的武器啊 三把大唯一武器就是預算 對不對 我就把你刪啊 沒關係啊 反正今年不嫌疾 明年也不嫌疾 後年年底才嫌疾啊 我們看一個政府 那怎麼辦 你不能說 哇那 這60%的 在野黨要器械投降 沒有這種道理啊 所以各位朋友 我們只好擴大我們的聲音 各位朋友 也要把我們中天的這些說法 我剛剛的說法 栗子哥說法 還有等一下佐振東教授說法 你把它散布出去 給你更多的朋友聽 給他看嘛 那 民進黨現在就是 你們不准監督我啊 你們不准定我 不爽的法力啊 那這個叫什麼黨 這個一黨獨大 全世界沒有人這樣的 所以我們 其實要扣大我們的影響力 跟力道 然後讓更多的人民知道 這個黨 其實是一個 讓人家噁心到極點的黨 嗯 我先感謝一些觀眾朋友 抖內 這個是首手的抖內 這個董哥左哥請開馬讚 感謝何仙仙的抖內 請問有沒有一種可能 在下週二的見面會 可以抽一瓶超夯的紀念酒 因為我們爆掛也沒拿到啦 那些業員就是這個 呃 原車帶來那瓶酒之後 原車載回去 所以我們也還是沒有拿到那瓶酒 那我們當然也很希望 如果有這個委員還願意呢 把他的扣打留一瓶 然後給我們的爆掛會員 來抽的話 當然也OK 可是我覺得我們也不強求大家啦 因為我知道其實每一個委員 他們那個扣打的酒 都已經被打電話打爆給要完了 所以我想應該是有難度啊 那除非呢剛好有這天外飛來的一瓶 夜仁之希望你有聽到喔 我知道很多觀眾朋友們 會把這個影片長位轉給夜仁之說 欸剛節目談到你 我希望等一下可以收到你的Line喔 那感謝這個太宇專家的抖內 呃 廖維祥是他這一區的委員 昨天的炒米粉很好吃 逢假設人行道的政策超讚 我其實非常喜歡 就有觀眾朋友們 他們可以直接講出 他的地方的委員議員 或者是這個該地區的市長 所做出來的政策 代表你真的有在關心 有在觀察 並且有感 我很喜歡訪問到像這樣的一些受訪者 好 當然我們剛剛講到立法院 其實立法院在這個馬上來到了這一週 就要選委員會的招委了 那目前看起來 藍的黨團應該會最後是決定 要拼八個委員會八席全拿 那上次有說四個人選是桃園幫 不過小牛牛曲婷在內政的部分 他應該會讓給徐欣穎來擔任 所以三個人桃園幫維持在招委的部分 以招委的魯明哲 經濟的呂玉玲 趙文的萬美玲 財政的部分是由陳玉珍來擔任 司法委員會應該會由上一個會期的招委 吳宗憲來連任 未還委員會 則是由立委蘇清全來擔任招委 還有一個大家很關心的 外交國防委員會 原本大家是期待說 是不是也是一樣 上一個會期的招委馬文君繼續來連任 不過馬文君看起來很想把時間留給地方的選服 所以他更推薦也許平地原住民的立委黃仁可以有意爭取接任的話 那就交棒給黃仁 這個是我們目前看起來的 那民眾黨應該是在這八個委員會裡面 可能是掛蛋的喔 那當然這個總召黃國昌也說 藍白兩黨三黨的會議還沒有舉行啦 所以有關法案預算及人事同意權等重要議題 等待正式會議之後會做下來好好溝通 看起來也是放棄在爭取招委的部分 只是只有法案之間的合作何嘗不可 那我們等一下先進廣告 請主教授等一下回來幫我們解析的是 民眾黨有沒有什麼樣的布 是不是應該先放下背上的柯文哲才能夠走得更遠呢 廣告之後來聽主教授來解析 千萬別走開馬上回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